现在收藏钱币,风险真的是越来越大了 我们不只要面对钱币的真假问题 还要面对钱币的品相问题 有很多朋友把收藏钱币叫做入坑 因为坑比较多,真假是坑 品相有问题是坑 那么下面这一种它也是坑 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 首先给大家声明一下 不吹也不黑 只是通过这种现象提醒大家注意 那么大家现在看到的我手中 这一个它是丛林通宝 丛林通宝是北宋非常有代表性的钱币品种 而且它是灰中玉笔书法 瘦金体书法非常的漂亮 然后价格并不算特别高 如果是普通版的这种丛林通宝 普通版的正治 普通版的寄锅等等 每品基本上也就是100左右 价格很清明 有些少见版别价格要贵一点 那么我手里面 这个丛林通宝 实际上它是一个坑 为什么是坑 在它的版别上面标注的非常清楚 它是凯通大字 但是实际上这个丛林通宝 它的版式并不是凯通大字 那么我们对照丛林图谱来看一看 标准的凯通大字版 它是六级版 虫字 零字都是非常有特点的 通字也是很有特点 但是这个丛林通宝 明显的 虫字的写法 还有就是零字的写法 跟这个凯通大字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版 我们去对照了一下 丛林通宝的标准图谱 应该是短点通昂林之类的 也就是说 它可能是一个八级版 八级版像这样的品项字口 秀色 一般价格就在两三百一个 但是如果是标上的凯通大字版 六级版 那么这个钱币基本上就要大几百上千了 这是一个朋友 看到凯通大字这个版之后 想到自己可能没有这个版 在某平台上面 花了八百多块钱拍下来的 买下来之后 然后拿过来大家讨论 才发现 这个评级盒子里面的钱币 它并不是凯通大字版 所以说 花这么多钱买到的 这个丛林通宝 肯定是亏钱了 而且亏了不少 亏了五六百 如果说大家喜欢 收藏一些版别钱 版式钱的话 一定要多研究一下他们的版别 而且就是在购买这种评级的盒子币的时候 上面标注的版别 大家也要仔细看一下这个钱币 除了重点看一下它的真假 还有品项之外 也要重点看一下 这个评级盒子里的这个币 是不是和它标注的这个版别 能对得上 以免大家多花烟望钱 好了 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华峰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分享 别忘了点赞关注收藏转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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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